神的爱和恩典 我从小是一个很多失败的人 做很多的失败 念书很糟糕 交朋友很糟糕 身体很糟糕 等等等等都非常糟糕 但我一直都在一个糟糕当中的人 我比较不太会批判别人 因为我哪有资格说别人不好 我自己就糟糕的一塌糊涂 天天被骂 不是被老师骂 就是被我妈妈骂 不然就被我哥哥姐姐骂 反正就是很糟糕的一个人 所以我有什么权利说你们很糟糕 因为他们都比我好多了 谢谢主 从我20岁开始我上了大学 这是神格外的恩典 上了大学 后来做了电视 后来做了剧团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我发现我可以做好一些事情 有一些事情我可以做好 而且得到比较多的人的肯定 很多人赞美 你的戏很好看 我看到你主持节目 我看到你报新闻 恐怕是你讲到我很多帮助 当这样的肯定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从一个 我所认为我是个nobody 一无是处的nobody 到慢慢觉得没有哦 我还不错哦 我可以做好一些事情哦 当我越来越能够做好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我对别人的标准也在越来越拉高 因为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到 为什么你不能 我可以不迟到 为什么你不能不迟到 我可以不早退 为什么你不可以 我生病了还照样来上班 为什么你才有一点感冒 你就要一天到晚请假 我开始发现我对别人的标准越拉越高 然后我越来越会评断别人说 这个人不能用 那个人很糟糕 我觉得这些年神常常在我跟神说 神啊这个人怎么那么糟糕 那个人怎么那么差劲的时候 神常常带我回过头来去看说 告诉你 要不要回回头看看 你看 你自己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糟糕 你觉得那个人很糟糕 有比你以前糟糕吗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当我被带到那个镜子面前 去看我自己的时候 我就越来越觉得主真的 我凭什么觉得说 我好想开除他 主就跟我讲说 寇少恩啊 如果你用这个标准 我用你同样的标准去对你 这25年的教会里面侍奉 我早都已经开除你多少次了 你比他糟糕透了 是 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恩典 什么是丰盛的生命 不是越来越觉得自己棒 不是上帝给我一些机会 让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以至于我高高在上 我下不来了 我被那些掌声肯定别人的赞美 堆得高高的 以至于下不来了 真正的丰盛的生命 是人会脚踏实地地站在地上承认说 即便我可以做一些什么 那是上帝的恩典 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谢谢主 有什么不是领受呢 既是领受的 有什么可夸的呢 这是更丰盛的生命 我非常欣赏马可 前一阵子我们透过整个马可福音 读过了一遍耶稣生平 然后我们觉得 哇 好得帮助 马可福音最精简地介绍了整个耶稣的生平 这个马可福音是谁写的 就是那个当年开小菜的马可 就是那个被保罗说 这个人永不入用的那个马可 但是谢谢主 因为有一个人 巴拿巴给他第二个机会 以至于今天 我们可以读到马可福音 这个曾经失智的年轻人 被贴上一个标签说 永不入用的年轻人 因为有人再给他一个机会 谢谢主 他成为神手中重用的器皿 马可福音里面有一段记载 他记载说 有一个少年人在耶稣被捕 被抓 被审问 要被钉石架 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少年人 披着一个布跟随耶稣 耶稣走那条苦路的时候 跟随耶稣 而后来当有人要来抓拿他的时候 这个少年人丢了那个麻布衣服 就光的身子就跑掉了 大部分解禁家都承认这个少年人 就是马可 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简福音书里面 只有马可福音 记载了他自己的这一段 当他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 他不怕承认我失败过 我软弱过 我做错事过 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当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享受上帝的爱和恩典的时候 我们愿意承认并且接受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